谢霆锋这一嗓子直接虐杀张学友整整二声 之前的完全都不是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别问爱过多少人在一起的人 只问爱你有几分 能打败王妃的绝对只能是谢霆锋 明明相信我们前世有缘 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 2020年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 谢霆锋一开嗓差点砸了李健的饭碗 毕竟敢在港乐诸神之战的年代杀出 谢霆锋绝对是港乐的第一个 而谢霆锋也是在王杰之后 唯一一个一出道专辑销量就破百万的歌手 但这还不是谢霆锋最巅峰的时候 当时在谢霆锋还未曾出道时 15岁的他就被邀请参加某节目 节目组以为谢霆锋会翻唱张学友的歌时 谢霆锋却是选择翻唱了B样的歌 因为在他谈来并不是所有的歌 都能像家居的歌一样精彩 Beyond可以说是谢霆锋的老师 因为在他第一次接触音乐时 听到的音乐就是皇家居的歌 以至于当他在二十年后的好声音舞台上 依旧选择翻唱了皇家居的光辉岁月 而不是自己的成名曲 汪峰绝对是谢霆锋最怕的歌手 18年当所有人都以为沙峰好声音舞台 一定是谢霆锋的那手冲天神座 但令谢霆锋万万没想到的是 汪峰的一嗓子却差点把他给送走 让我一次爱个狗 给我所有 让我一次爱个狗 然而这还不是谢霆锋最惨的一次 起初在谢霆锋刚出道的那段时间 还没等到真正的暴露 谢霆锋就在02年被迫赢了 甚至在隐退的那段期间 谢霆锋也曾想要放弃音乐 直到两位在谢霆锋的心中 Bion的精神值得自己去传承下去 就像谢霆锋的活着Viva 就是选择改编Bion的活着变精彩